那为什么就是我不能买这套西装 你是优现呗 不行啊 那咱俩就这月 如果说前往好一点处理的问题 咱俩这次就谁也不买 要不就是你买 要咱这月谁也不买 好不好 那我先买吧 我还是下约你再买 那就这月就可是你买吧 谢谢 从哪有没演过这种戏 就是 啥 演戏 大家伙是不是看着有点发猛啊 其实啊 这是小红娘出的一个题目 让叔叔阿姨表演 因为家庭开销起争执的一对夫妻 那现实生活中 叔叔阿姨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些事情拿金钱买不来鞋 比如说你心真意识意 真用在我身上的 我用我的积蓄也好 或者说用我现有的资金也好 我也可以达到你满意 讲说的话 我看好了衣服 我不买鞋都无所谓 这个事啊 要是说两个人要在一起了 得互相对对方找 那我觉得你俩这种心态 都能找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 对方人会对你好的 因为你先做到了 好 那没有问题 下去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好嘞 他也是坐着两个球 在台上的台上做这些人 哪一个也没就是这样 就围在那里 就围在那里 有缘咱就说 拔溜送秋波 赶紧有请二位女嘉宾 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 有请 谈也谈了 烙也烙了 心里所有的铁铁很好 好 现在开始 首先呢 表示 感谢 说些的话 两位女士呢 都很不错 都很优秀 我今天就放弃了 好 放弃 这一件 我不选择第二个女士的原因呢 第一点是异地 第二呢 还都没有去独立 差了一点心动的感觉 这没有感觉 我喜欢男人转广的优优 成了全的那是优优的 有质感 这次选择没有成功 我的编号是8607号 然后如果有喜欢我 请优